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崇洋道长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至今都无法被科学解释的怪异的老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南岔桥重新开通的时候 某一看还以为只是一张复古照 但是仔细看就能看出被圈起来的男子的打扮 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时代 有人因此将这张照片当成时光旅行的证据 1964年,摄影师Robert Serick在澳洲拍下了这张巨蛇的照片 虽然也有人说那只是一块防水布 但是至今仍未有人提出可信度较高的解释 早在1940年开始,只有常有人在挪威的好师达伦谷拍到不明的黄白亮光的照片 1981年到1980年出现的频率最为频繁,平均一周20次 但那段时间过后,频率就大幅的减少 一年只发生10到20次 尽管有人对此提出过很多众多的假说 但仍未出现有说服力的说法 2000年的时候 两张由匿名女性拍下的仪式传说中的生物 臭幼猿的照片被游击到佛罗里达州的警局 照片随附一封信 拍下这张照片的女子在信中说 这张照片是她家的后院拍下的 有人说这只生物是黑熊 但是看不出有任何熊的特征 库博一家人搬入了位于德州的新家后 全家人都打算在客厅拍一张照片 没想到竟然有一具尸体从天花板掉了下来 许多人曾针对此照片调查 但是也没个令人大家信服的答案 几乎所有的文化圈都有巨人的传说 但是从来没有明确的证据 除非你把这个在1985年 由Jojo Sapper拍下的照片算进去 他在埃及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位年老的盗墓者 这名老人竟然有一根巨人的木乃伊手指 全长38公分 据推算的身高至少有3.6米高 在1967年5月20日 Stanford Medical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 烈银湖附近散步的时候 看到了两个雪茄状的UFO 其中一个飞船打开了门 Stanford听到了一些声音 并试图与里面的生物进行交流 他靠近飞船 但是却无法分辨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突然飞船的大门紧闭并且开始了上升 并向他喷出了让他的衬衫燃烧的热气 留下了这些网格状的烧伤的痕迹 Jim Teleton跟女儿出门的时候 替女儿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他并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照片冲洗出来之后 发现有一个太空人站在了女儿的身后 但是他记得当时周围并没有其他人 而且科达公司还专门跳出来指出 我担保这张照片并没有做过特别的处理 这是阿波罗7号于1972年12月拍下的照片 当时他们在前往月球的飞行路上 当初NASA认为这张照片是空白的 但是通过调整照片的对比度后 可以看到有个类似金字塔形状的建筑 NASA至今再也未对此照片做过任何评论 大多数的灵异照片跟重复曝光 或者其他摄影手法有关 但是这张在北约克军教堂内部拍下的照片 显现出的影像似乎不能用常理解释 照片当中能清楚的看到一个穿着修道式服的人 曾经众多专家研究过这张灵异照片 却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说辞 也因此这张照片成为史上最知名的灵异照片之一 这张画像的重点当然是中间的圣母玛利亚 但是如果仔细看就能看到他左肩上有一个不明物体 放大后的影像看起来似乎有点像UFO 而左后方也能看到一名男子 以及他的狗正抬头看着这个盘撞物体 Freddy Jackson在维修飞机的时候 不幸死于飞机的螺旋桨的意外 两天后他服役的小队拍了团体合照 当照片洗出来后却看到了Freddy从某人身后探头出来的样子 照片当中探头出来的男子是Freddy的身份 已经被同队的队员所证实 而且拍照当天其实是Freddy的葬礼 1997年3月13日 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上空出现了一串不明来源的亮光 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空军解释说灯光是训练演习投资的照明弹 但是离奇的是自穿亮光在2007年和2008年接连出现 直到现在的凤凰城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洛杉矶之战 1942年2月洛杉矶圣塔莫尼卡地区上空出现了不明飞行物 根据现代UF专家们的解释 这张本来大家以为是敌军来袭的照片 可能其实是外星飞行器的踪迹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我们接着说 谢谢大家再见